L的朋友們 大家好 你們兩個覺得做音樂讓你們覺得最爽的部分是什麼 做音樂最爽的部分就是你把很多事情都忘了 對 包括你自己都忘了 你忘了我 這次在廚房裡面表演 這裡面Jam 會做這個計畫也是因為我跟迪拉一直都很羨慕 國外有Tiny Desk 那種很好的Live表演 你知道就是東斯笑坪 也想要弄一個自己的版本 然後就是很高興 就大家最後想到一個還蠻酷的一個主題 請用一句話來形容我們 阿春我覺得是浪漫的鬼馬小精靈 然後Leo應該是面二心善的藝術家 有沒有跟我意見不合的時候 你們都用什麼方式想辦法溝通 讓時間去解決 很多時候你問我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給你答案 然後事情就解決了 真的 我以後也要就是往這個方向 就是我們如果太執著在找什麼答案 你就先 迪拉這次主場秀四家餐廳 最愛吃哪一家 好啦最常去哪一家 我們就預告一下接下來會有四場很精彩的秀 這是我們顏色 這是做顏色主場秀 他們剛才才了解這個奧運 主場秀 對阿 對阿 我之前太focus在音樂 沒有注意到你這個很偉大的創意 沒有沒有注意到 對不起 八月中到這個地方 會做這個很酷的Cook of the Bud 顏色主場秀 會有顏色四組藝人 然後都在餐廳的廚房裡面 眼珠這已經夠奇怪了 還有更奇怪了 那就是我們這次的票 要票對要買票 這次的票是食物 對要你們上來 鄉親請見到時候Cook of the Bud的官網 謝謝大家